一号总统候选人安尼斯 于2月1日在北苏门达拉省德里斯尔岗县 出席了民族民主党的大型宣传造势活动 2月1日下午印尼政治司法与安全统筹部长 继三号副总统候选人马福特在独立公项所科维总统 成交了辞职信 1月30日斯达拉研究所发布了2023年宽容城市指数报告 在总共94个作为研究对象的城市中 西加里曼丹舍山口洋市再度被评为印尼最宽容的城市 晚上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美多新闻 我是张曼曼 今天是2月1号星期四 新闻开始带您来关注国内的最新消息 印尼财政部长莫里安尼基里透露 社会援助资金的提升是通过国会批准 并非由政府单独执行 好 上位今天美多新闻的所有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张曼曼在野 感谢大家健康平安再会 MetroTV MetroTV